好的,我们继续来回到比赛 来看赵心彤对阵塞尔比第14局的对决 目前大比分来到7比6 塞尔比也是首次将大比分反超 这局赵心彤目前已经拿到了60分 台面还有43分 超了7分两杆斯诺克 当然塞尔比也是成功把控了节奏 进入到非常艰难的防守阶段 推下来借助粉球坐上一杆 比平防守的话赵心彤并不太占优势 好的,右侧一库解到 这颗红球是可以打的 稳稳推进再吃一颗黑球 黑球吃不到了 被粉球成功挡住 那吃到粉球的话是两杆斯诺克盐粉 上最后一颗红球来做斯诺克 借助黑球来坐上一杆 这杆斯诺克的难度也是相当不俗 没有解到被罚了4分 这角度把红球打走还可以再来坐一杆 咖啡球的位置是一个非常合适的 可以利用的位置 又坐上一杆 两库没有解到 操的这7分也是很容易被塞尔比两杆斯诺克给追回 而且这一杆漏球了 目前分数已经够延分了 发力往上蹬 这样的话吃到了带脚 母球并没有回来 要不到黑球的话打进粉 打进粉球 赵心同还是一个超分的状态 需要再来做一个 当然剩下的彩球 黄球和绿球贴库 并没有一杆青苔的机会 中间是可以看到的 开高杆尾解到 这杆可以把黄球打进 借助绿球来做 一杆可以考虑把母球藏到 篮球的上方 绿球踢下去 打薄球的话是母球往黑球后面藏 母球上去 防守一干 看这个线路是往黑球后面去藏的一个线路 嗯 这个表情看起来很满意 没有解到 这样塞尔比青台的话就能完成翻盘 赵心同这也是首次参加市井赛 这种长局制的比赛在后期的发力有点后劲不足的意思 前期打出了5比1的好成绩 现在被塞尔比也是将比分反超了 哇塞尔比这个运气真是没得说 奔着去打的 结果坐上了一杆斯诺克 当然这一杆一裤就能解到 这杆漏球 领先两杆斯诺克被塞尔比翻盘的话也是太可惜了 绿球打进看一下咖啡的较位 非常大的一个角度 本局比赛的用时也是来到了34分钟 还是想要去拼 直接防了 因为刚才那杆往里薄实在是太难 最终还是放弃了 刘长台 好球 这杆长台也是太精彩了 在最后的时刻 赵新彤也终于顶住了压力 打进咖啡 咖啡球打进再次超分 领先23分台面 还有18分 塞尔比还是需要再做一个 这杆没能坐上 当然 篮球给的角度也并不合适往里推 还可以啊 篮球最后刹车了 没有走到黑球的下面 做一个分辨 做一个分辨 继继续来防 木球 这杆可以来拼了 好球 赵新彤的长台是真准 这局拿下也是非常的不容易 分球防守一干 塞尔比放弃了 比分来到7比7平 好球 加码